好,來到第三題,第三題跟第一、二題很相似,一樣先找盤面色,然後跟你說根的性質,之後叫你找K出來 但留意,問問題的方式有少少少少不同 之前我們叫你找K的正,現在叫你求K的範圍 所以我們期望答案應該會有少少少少少不同的形式 不過我們先計算下去 好,先計算一下,先看題目 題目就說,現在我給你二次方程 這次二次方程,二次方程都是給X的 所以這次是X,X二次,X和單丁的數字 所以A應該是1,B應該是加3,C比較複雜 C應該是-K加1,記住留意有一個減號 好,接著A部分的題目,問你 這次我問你,判別色是什麼? 判別色即是B2次-4AC 答案是以K表示,即是表示,我們的答案裡面有一個K在 這個程度 按照計算,3個0等於B2次,即是3的2次 減4,A是1,C是-K加1 接著再快選下去,3的2次是9 接著這個,後面比較複雜 你呢,3個雙成,你覺得太難的話 你可以先處理其中2個簡單的東西 所以,4-1-4,即是表示,變成這樣 之後,我們要握好 留意,我們握好裡面有2個東西 所以我們期望握好,握好握出來的都有2個 之後,我們要將4成進去 但留意,我們握好的時候,我們要考慮一個負號 即是我們握進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們知道4要乘進去-K,即是-4K 但這個時候,我們要握好一個-減號 減一個負數,即是會變加數 用另一個角度說,即是表示 如果我們要將這個乘進去的話 我們要考慮正負數字和未知數 減負數,只是想正負而已 即是減負數,會變加數 接著,只想數字,4乘進去 應該只有4 K,未知數只有K,所以就這樣 乘去第二件事,減一個加數,會變成負數 接著,只想數字,4-1-4 最後再化簡,有三項 同類項是可以組合在一起的 9-4,即是5 剩下4K單丁 所以這就是答案 B Part 有兩個相義實因 如果調查表,兩個相義實因,即是三角形 大於0 所以B Part 這次跟之前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我們這次不是一個解方程的步驟 這次我們變成一條不等式 兩個相義的實根 我們把5加4K 代表 所以4K 我們先處理加減 因為現在有兩項在 先把5調到對面 5的相反就是 -5 接著,K 就會大 這個4是乘 所以就是 -5 over 4 接著,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第四題 第四題 這次多了一件事 但其實你可以不用理 其中K 不定一這件事可以不用理 因為純粹我們不想 X二次這項 前的數字變成0 這件事跟你的計算是沒有大關係的 這次一樣 它是X二次方程 所以我們找ABC的時候 就是X二次前面的一字 X前面的數字 以及單丁的數字 做ABC 要找偏面色 之後 沒有實根 請你插個表 沒有實根應該是三角形 小過0 好了,差點忘記了 我們在上面做一個總結 這個要留意題目的意思就是 題目的問法 有時會給到少許提示 例如題目問 K的值的話 我們期望應該是解方程 最後K等於某個值 某個數字 但如果題目問K的範圍的話 範圍即是一個不等式 我們期望應該是大過0 或者小過0 或者有時會大過等於0 小過等於0 出不等式 最後會計算到類似的東西